昨晚美洲以及欧洲股市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美股三大股指纳斯达克标普外呢 都有指跌开始上升了 但是道琴斯呢依然在调整 欧洲股市出现了普账的格局 但是大多数账幅较小 亚太股市今天也会出现普账的格局吗 马股昨天有指跌信号 今天会强势启动 还是只是一日游呢 大家好 我是HOMEJ的陈笑语 欢迎继续收听 每晚每天中午 马股投资理财的频道 那今天呢 我们先看一看美洲这一边 美洲昨晚纳斯达克呢 是涨了114点 但是跟前边跌幅4到5%的这种情况来比 还是微不足道的 道琴斯还是在调涨相对较弱 欧洲这一边呢 大多数反弹了 但是反弹在1%以内 只有瑞典 德国 葡萄牙 还有意大利降幅在1%以上 亚太股市截至到中午收盘 我们看到 有不分是在上涨的 中国股市还是引领整个亚太的主要力量 像今天的创业版 中小版 深圳陈指 国企指数 恒生指数呢 是引领整个亚太地区的 除了中国以外呢 像塞兰卡 雅加达 日本 马来西亚 还有韩国 剩下的基本都是在调整的 今年中国的创业版呢 大涨了4.54% 中小版是涨了3.21% 深圳陈指 涨3.13% 恒生指数 上升了1.78 跌表多的是 泰国 菲律宾 以及越南 但是跌幅都在1%以内 马谷这一边 昨天出现止跌 今天继续小幅的上升 但是账幅会比较弱 从今天分时走私来看 扫盘是比较强势的 到了10点半之后 继续转下 很长时间都在黄线时下震荡 到午盘收盘的时候 回到黄线之上 下午的有望上攻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 比昨天弱一点 还是没有能够突破 前一天阴住了一半 从今天趋势和资金状况来看 就不是特别乐观 虽然上涨了 但是目前来看呢 是震荡的格局 还是没有办法突破 前一天阴住一半的位置 从资金状况来看呢 还是属于 不断萎缩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60分钟 60分钟里边 基本上是没有资金的 虽然是红圈 但是没有出现持续的上涨 目前是在横摆当中 今天的盘面特征呢 就显得不强不弱 上涨的股票374只 下跌的股票365只 平盘的股票404只 从个股方面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三分天下的情况 指数截止到中午收盘 涨了2.32 涨幅在0.15 行业方面是 四个行业下跌 一个行业平盘 八个行业上涨 今天领涨马股的是 Plantation Plantation经过几天的大跌之后呢 今天终于出现了反弹 那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呢 一会我们会看一下 今天跌幅较大的是 Healthcare跌0.44 之后呢是0.24 这个Energy跌0.24 脏幅较大的除了 Plantation呢 还有Technology今天也出现上涨 但是脏幅有点小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就刚好是 跌到了支撑线上 那我们画一个上涨区势线 从这个地点来到次地点 刚好得到了目前的这个地点 今天出现了五色的上涨 从外资角度来看呢 今天是有回升的 然后本地庄家方面呢 就没有提升 没有回升 然后60分钟图呢 是出现了红圈 但是资金还是没有出现 Transportation这边继续上涨 外资略有增加 中价还是没有出现 Technology呢 今天虽然账幅较大 但是说资金状况还是比较差的 外资是1.65% 庄家是零 从趋势角度来看 还是白圈 依然是下样趋势 所以说是没有结束它的下跌的 Eutility这边 目前是震荡横摆的格局 从今天的资金状况来看 是略有增加的 Frontation Service这边 今天比较强势 连续两天 外资有增加 但是中价没有出现 Race这边今天是有小幅的上涨 但是依然是没有突破 前一天阴烛一半的位置 Industry今天有出现止跌迹象 目前来看是一个十字 但是从资金角度来看呢 依然是没有介入的 无论是外资还是机构都是零 从60分钟图来看呢 目前是有止跌迹象 但是依然是白圈 在没有出红圈之前呢 都不能认为它是止跌了 Construction这边呢 昨天有出现强势反弹 今天就继续的震荡 小幅的回调 从资金角度来看 虽然昨天是上涨了 但是说外资的比例还是减少的 虽然中价增加了 但是说今天没有持续啊 今天没有持续 好Consumer这边呢 就震荡啊 继续震荡 外资保持 庄家依然是零 Property这边呢 是今天低开收十字 下边的资金状况呢 是持续萎缩 外资基本快消失了 庄家已经是零 Telecommunication 昨天出现大幅上涨 今天出现回调 昨天虽然上涨 但是没有资金介入 外资和机构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 依然是非常弱势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六十分钟图 六十分钟图这边呢 目前是有上涨的 但是说只是游资推动 没有外资也没有吵架 Energy板块 今天是大幅低开往上的 但是资金状况来看一直是往下抖的 无论是外资还是机构都是在持续萎缩 所以说暂时短期来看的依然是风险为主 六十分钟图看到的是向趋势 好 Housecare来讲的就更弱一点 今天是继续的低开低走 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其实状况依然是向下的 从今天涨幅榜来看 上涨超过十八仙的股票只有八只 然后下跌超过十八仙的股票是二十只 再来看的话 是空方力量异常的强大 然后我们简单翻一下涨幅榜 刚开始这几只呢都是没有什么趋势的 七一七三经过前边快速下跌之后 这两天又反弹 外资又增加 今天中加也出现了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六十分钟 来看一下分钟图 这边显示呢资金是有介入的 当然目前还是属于短线反弹的范围 今天出现第一个红圈 7501呢是棕油里边比较强势的一个 今天呢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涨幅在整个棕油行业呢都是领头的 然后8044的话 昨天出现大涨 今天呢继续上涨 但是五盘的话是冲高回落 资金状况还是在增加的 大众生品相关的 这个5196是食品 食品相关的 昨天前天大跌之后呢 今天有出现上涨 剩下基本很多都属于棕油相关的类型 在上涨 当然大多是属于短期的 在超跌之后出现反弹 7315就相对比较强势 无论是外资还是机构都在明显增加 嗯 其他的表现都一般 嗯 中游这边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秀林以外是吧 其他基本都是 小幅上升 那五十七三呢 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也是开始上涨了 你的股票 中价到底有没有跑路 到底还有剩多少巴仙 还是已经跑路了 你还不知道 如果想看一下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联系方式 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更多的呢 可以加入到谷歌讲狗学习频道 在这个频道当中呢 我们会把一些市场及时发生的一些信息 有营养有价值的信息 发到这个群里边 大家可以及时了解到股市的动态 以及呢 每天中午的五盘减评呢 会发到这边来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每天中午 我们不见不散 好 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不见不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